机密文件外泄当中 有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 其实有蛮多的 包含现在有说 俄罗斯进犯乌克兰的精锐特种部队 死伤很惨重 现在可能要花10年 才能够重建这支秘密武力 另外还有特别提到 2023年不太可能通过谈判 结束俄乌之间的冲突 接下来在乌克兰方面 还很容易出现所谓的领导阶层的更换 每日邮报报导也说了 俄罗斯的高阶将领 现在也正在密谋推翻普丁 普丁现在已经展开新一轮的癌症化疗了 我想问一下 针对这个机密文件外泄的部分 尤其是2023年 今年不太可能结束俄乌战争 另外乌克兰会出现 所谓的领导阶层的换人吗 其实这个一直都是西方在关注的 就是说到底普丁可不可以撑的 比这个泽伦斯基9 就是原本西方可能担心的是 泽伦斯基可能会被暗杀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 但是现在泽伦斯基看起来是蛮稳的 可是呢 所谓的稳是说 因为他稳住了国家在战争里面的情势 可是呢当这个战争耗得越来越久 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 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人 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征兵 那个很多壮丁全部都要去上战 上战场的这个状态不断的发生 民众是可能会越来越无助 那这个民心一浮动 不要忘记乌克兰终究还是得要 面临所谓的选举 那他们会不会比如说 泽伦斯基到时候 如果有面临到 比如说他的总统任期啊 或什么样有到了一个 明年三月 对就是说到了这样的 这个时间点到的时候 除非他直接宣布说 因为战争选举延后 或是说他的任期自动延长 等等的除非 可是这个应该都会经过他们的所谓的 他们的议会 这个民意的机关去处理 那当然所以到时候如果民心浮动 不允许他延长他的任期 就有可能有新的人来取而代之 而取而代之很有可能就会所谓的 和谈派有没有可能抬头 所以今年如果拖 他讲的是今年如果持续的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停战或是说和谈 那消耗下去当民意开始反弹 乃至于这个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很多 就是民众 乌克兰的这个国民 还是流落在其他国家的 那所以现在现阶段对乌克兰来讲 如果这个战争能够达到一个 有一个下台阶 对民众也许是一个 比如说他们要开始进行重建啊等等 也许是比较正面的 但如果今天就一直耗下去 他不知道能耗多久 那整个你看比如说这样这个 你的农业啊你的这个工业啊等等的 你要怎么复苏 对乌克兰都是很严峻的挑战 那当然俄罗斯也没有 就是说原本美国的计划 是要希望俄罗斯的经济受到重挫 然后乃至于让俄罗斯内部 对普丁的领导产生怀疑 但这个部分因为去年俄罗斯的 这个整体的经济的退 这个衰退哦 并没有如西方国家的预期 他们原本西方国家预期至少是 这个衰退两位数以上的这个数字 但最后只有2点多% 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供应 稳住了他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势 那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普丁的 整个强势领导 目前一直来讲都是所谓的 还是算某种程度还是算稳定 可是呢 其实你从这一波的这个机密文件 外泄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去年在我们在韩俄乌战争的时候 动不动就在讲普丁的身体状况 动不动就会有什么英国的哪个媒体 这个欧洲的哪个媒体 突然就独家报导 根据美国情报机关显示 所以我不禁怀疑 就说这一些情报机关的文件 有些可能当时就已经在刻意外泄了 那这一次只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会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然后呢 在这个网路的论坛上面 不断的丢不断的丢 而且丢了好几个月居然才被发现 那我其实我 让我最难为压抑的是说 当美国用一个很高规格 去逮捕这个21岁的国民兵 那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现在的整个军事国防 大量仰赖美国的状况下 我们的这个情报 是不是也大量外泄 这其实是最让人怀疑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一个21岁在台湾 假设我们如果现在台湾 一个21岁进入这个志愿役 三年 我们假设三年的一个阿兵哥 就算他是资讯专长 他是什么网军专业 他有可能掌握到 我们国家最高层的机密吗 有可能吗 这个整体来讲 这个这一次的机密文件的外泄事件 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到底有没有后面 其实才有另外一股力量 或者说他到底怎么取得 还是说其实里面牵扯到 比如说党争 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党的 这个极端的这个两派在对峙下 有人需要用这样的文件去 让整个美国的诚信 执政党的诚信受到伤害等等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不知道 因为这个都还是要看 这个没有办法 这太容易让人家产生太多阴谋论了 因为一个21岁国民党 只是因为他说他是负责 资讯网路相关的 他说负责架设网路跟极限器 他就可以取得国家最高的机密 这太匪夷所思了 我没有办法理解 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 你知道那个 我相信在美国可能很多的媒体 他们想说 那我们赶快培训一群人 去重军 然后当这个国民兵 只要有资讯网 网路资讯的这个专长 就可以取得国家的最高机密 这太荒谬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这些文件 我们先看一看 就是说当然里面有很多 几乎是还获得证实 比如说那个韩国要提供这个炮弹 给这个美国转给乌克兰的这一块 目前是变成是证实了 而现在等于说我们 整个韩国来讲 就是很多的这个外泄的文件 当他们发现 原来其实里面都是有所本的时候 这个外泄文件的内容 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是真的 应该都真有 真的有这个情报 但是这个情报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状况 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但是他都有指向 等于说过去确实 他们收集到了这些的资讯 那所以我觉得 这目前看起来 整个看起来就是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基本上今年俄乌战争 就是一个会继续打 可能那会打到明年的状况 我们也就是只能继续看下去 好但是说到俄乌战争 其实大家现在都觉得说 打得最为惨烈的就是巴赫木特了 我们来看到乌军 巴赫木特只剩下15%的控制区域 但是他们依旧持续的坚持 而且这个乌克兰他们的指挥官扬言 他会在这个地方坚持好一阵子 现在外界的解读是 庞大的地下通道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此有关于这个战术的分析 现在有人说 俄军已经祭出所谓的重型武器 要轮番轰炸了 包含所谓针对地道攻击的钻地弹 好另外呢还有这个火箭炮 火箭炮呢它是一个真空弹 能够迅速耗尽地下的氧气 而且呢一次可以覆盖4万平方米 好另外还包含了这个龙卷风火箭炮 前苏联开发自走多管火箭炮 短时间能够发射大量爆炸性的火箭 对于敌方的阵地实施饱和的攻击 同时呢在俄乌战争的部分 美国的盟友竟然背叛他们 因为呢国防部的文件也显示说 埃及总统命令要生产多达4万枚炮弹 秘密运到俄罗斯去 而且还要求官员必须要高度保密 好埃及呢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 这个亲密盟友之一 每年援助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 但是现在呢也有人说 针对这个部分呢自己被盟友背叛 美国好像也束手无策 另外就是刚刚杨明哥有特别提到的 南韩的部分呢要用租借的方式 向美方送出50万发的炮弹 是不是也要增添这个影席月防美 来添一点点的底气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的是杨老师 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现在变得就是这个坚持了好久 感觉上俄罗斯采取的是一个口袋战术 因为它其实是有点凹进去 北部南部其实都是在俄军掌控之下 照道理而言 它又不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这个要点 可是呢打了这么久 它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这种战略的据点 那乌军守的这里 然后增援越来越多的这些人员跟这个装备 我想第一个当然是他们原来的评估 这个地方守得住 因为后续会有来自于西方 来自于东欧来自于美国的这些 这个武装这个设备 那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在战场上也许它可以守得住 因为守不住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对整个战线 以及心理还有士气 会造成这个打击 同时也显现出 现在乌克兰的军方跟决策层 是比较强硬派的 是比较强硬派的 也就是说不赞成说 开春了 对不对 要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了 结果呢 你在巴克莫特这个上面 去做退缩 退让 甚至呢打败 那同时 美国跟西方的这个军事援助 跟经济援助 不要忘记 日本也提供了将近有200亿加起来的经济 跟人道援助 这个时候如果你退 就代表整个西方的这个 整个氛围都会改变 所以他不能退 那可是俄罗斯有点像是 那你就进来啊 我就像口袋战术一样 你进来就把你夹击 你进来就毁灭你 你进来就夹击 当然同样俄罗斯要做这样子的夹击 在乌军这边征人员 征装备的情况之下 他俄罗斯这边的这个损失也很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边 真的是有一点 我觉得历史上我们都常见 19世纪到20世纪 一次大战前 二次大战前 在整个这个东欧到就是俄罗斯 以前的俄国这个区域 就是这种一个场所的大会战 然后坚持不管死了多少人 还记不记得那个史达尼格勒 那那个是离乌克兰没有很远 在这个俄南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德军跟那个时候俄军 一个是死亡了不行 一个是死亡再派一个进来 俄罗斯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史达尼的时候嘛 就不断的派更多的人来 几十万的士兵死了这边 所以这个有一点像是重演 当然规模上是不一样 但第二点我觉得从这些 就是这个所揭露的这个泄密的资料 有一个答案我们注意到 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武器援助俄罗斯 打乌克兰战争 这个似乎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样讲过美国的国务卿也这样讲过 对不对他们都这样讲过了 美国的这个CIA国家情报总监 也都这样讲过 因为他们大概看的这个资料 跟谢尔罗斯的资料一样找不到 结果找到了埃及 找到了韩国 但韩国是给美国的 对不对 所以反而是这些资料 我是赞成这个姚明所讲的 哪有这么简单一个小兵 对不对 美国你看他那个媒体还出来 还把那个抓那个小兵的照片拍出来 哇 这都彩排好的 对不对 去抓小兵 还有一个空拍的这样一个照片 那小兵还被这样子抓的 看起来很壮 是不是 一个小兵 是不是 虽然他是处理资讯的 但你知道这个处理资讯 有各种阶层的这种 就是说保密的要求 而他却可以接触到这么关键 这么核心 最新 最关键 然后呢 最核心的 就是说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你看现在造成韩国的困扰 埃及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相关的这些 甚至到 这个战场上这个差异 跟我们所知道 乌克兰所告诉我们的讯息 都不一样的 一定不是美国刻意地泄露这个东西 也许啦 也许拜登想要找一个下台阶 那打不下去了 我们就让小兵泄露一下 然后把他抓起来 对不对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小兵一定会泄露 因为他 他太 他从事的那个群组里面 对他很崇敬 就透过他 他看到了 他一定会泄露 因为他心太痒了 对不对 他一定会泄露 泄露之后呢 我们就让外界知道 这个战争打不下去了 然后把他给抓起来 因为还是他泄露的 不是我们要他泄露的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我有点在制造剧情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子呢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